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好 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 凤凰全球连线 吴声书 台湾大选蓝绿白 三方厮杀之际 国民党候选人侯友宜 日前首度表态支持九二共识 至此侯友宜的 两岸议题立场日渐清晰 在政治上他接受九二共识 经济上愿意重启服貌谈判 军事上表示恢复四个月 伏兵议期 国民党的两岸政策主基调 现在主打和平 舆论认为 侯友宜正选择重回 马英九时代的两岸路线 试图争取山蓝选民的支持 民调低迷的侯友宜 最近为了扭转颓势 请出了马英九时代 擅长打选战的传奇人物 金浦聪出山 担任他的竞选办公室执行长 从两岸路线到金牌人马 侯友宜复制马英九 能够凑效吗 好 今天晚上的全球连线 台北现场有凤凰卫视特为记者 彭诗廷带来蓝绿白拼选战的最新消息 台北现场请到国民党前立委 雷茜和台湾时政评论员 纽泽勋先生一起聊聊 国民党到底该如何度过 民调低迷的危机 而鸿海阶段创办人郭台铭的动向 一直备受关注 如果他以独立身份参选 将如何影响非律阵营的整合 好 首先来看李亦帆的追踪报道 2024台湾大选蓝绿白争霸 选战进入白热化 国民党大选参选人 新北市长何友宜 或国民党征召参选后 情势急转直下 最近的民调支持率 暂时落后另外两位参选人 位居第三 何友宜民调持续低迷 还传出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 酿酿独立参选 国民党中常委甚至打算 在中常会上提案撤换侯友宜 对此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5号严正驳斥 强调绝无可能 呼吁外界不要炒作 绝无可能 也不必炒作 我们都知道我们要坚定信念 让侯友宜当选 就是能够下架民进党 有意 有意 动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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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 台湾前立法院长王金平 出手组成后援会 协助整合党内势力 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也现身力挺 强调绝不可能再重蹈 挣前换将的失败教训 换处不可能再换猴了 那换处的残痛今天大家都知道了 就不会换猴了 不会换了 而为了力挽狂澜 团队还请来了前领导人 马英九的重要幕僚金浦聪做操盘手 然而不败传奇金浦聪 此次重出政坛江湖 能否带领侯友宜 在2024三强顶力的选战中 险中求胜 还要打问号 随着选战进入倒计时 各方也加大攻防 两岸议题成为重要战场 为了扭转落后颓势 国民党参选人侯友宜 近日积极打两岸牌 期盼巩固蓝军基本盘 让支持者归队 她首度表态接受九二共识 称若能当选 会确保两岸和平 并把兵役恢复为四个月 在我当选一定展开对话 交流建立父亲 在确定两岸稳定之后 以及台海稳定 才有可能恢复四个月 继侯友宜抛出 认同九二共识的主张后 民进党大选参选人赖清德 也不甘落后 提出保卫台海和平的四大支柱 却遭到侯友宜批评了无新意 直指赖清德是选择了 蔡英文的路线 也就是让两岸 濒临战争风险的路线 而为了突破蓝绿重围 决助2024大位 对于两岸关系 台湾民主党主席柯文哲 再次表达看法 认为两岸之间要恢复务实交流 美国密切留意台湾大选动向 美国务院最新批准出售弹药 和后勤支援两项对台军售方案 价值高达4.4亿美元 继续在台海制造风浪 对此 中国国防部5号表示 坚决反对 并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批评美方无异于加速 把台湾变成火药桶 把台湾民众推向灾难深渊 侯友宜民调流失 国民党如何解困 各方拼打两岸牌 选情会如何演变 美台勾连不断 它还紧张局势和解 如坐针毡 如盲刺背 如耿在喉 好 两岸一题毫无疑问 将是今年台湾大选 最重要的一个题 而国民党候选人侯友宜 日前终于清晰表态了 他的两岸政策取向 到底意味着什么 对选情有怎样的影响 今天请重方嘉宾和记者 做深入分析 好 首先连线下注台北记者 彭诗婷 诗婷 我们看到过去 侯友宜的两岸问题的论述 都非常的空泛 但现在终于明确表示 支持九二共识了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其他的表态 为我们做一下梳理 是杨书 因为侯友宜的民调低 不到两成 最明显的主因就是 蓝银的基本盘没有回归 才会导致侯友宜的民调剩下十几个百分点 为什么蓝银选民对于侯友宜 是存有疑虑的 最主要的原因是对于在于重要的两岸论述上 侯友宜始终讲不清楚 所以侯友宜的当务之急 就是要先将基本盘稳住 他这两天很明显地在强化两岸论述 就是要讲给蓝银的选民听 期盼基本盘能够早一点回归 另外他也提到 一旦当选两岸和平稳定之后 可能会恢复四个月的兵制 而这个部分就是要向外界传递 一旦国民党执政可以确保两岸和平 年轻人远离正常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侯友宜的策略很明显地改变 过去对于两岸议题总是回避 现在是主动提及与民进党正面对决 还有因为民调地的关系导致换猴的谣言是满天飞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也强调 绝对没有换猴的可能 我认为朱立伦是可以顶得住党内的压力 最主要的原因是当初他征召猴友宜 如今又要从他手中撤换猴友宜 这等于是否认了过去自己的判断有误 再加上2016年换猴秀柱的时候 朱立伦就是当时的党主席 失败的教训是历历在目 所以现在朱立伦和侯友宜是共生体 如果换掉了这个侯友宜的话 国民党还是没有办法赢得政权的话 那朱立伦的政治生涯就要结束了 所以朱立伦一定会选择顶住压力 背水一战 至于马英九的军师金浦聪 从重出江湖协助侯友宜 这段时间以来很明显地感受到 侯振营总算比较像个竞选团队 因为侯友宜要在5月17号被征召之后 连个媒体群组都没有 后来在媒体的要求之下 才组成了联络群组 然而对于很多绿营的攻击 回击的反应也非常的缓慢 在金浦聪加入团队之后 对于民进党恶意扭曲 断章取义的操作 金浦聪是直接上火线灭火 要替侯友宜杀敌党杀 攻击就是最好的防御 所以我认为金浦聪的加入 对侯友宜的选情是有所帮助 至少不会总是处于挨打的局面 杨树 好 谢谢视听带来的分析 有关侯友宜的两岸政策论述 还有两岸路线 我们继续请出 时政评论员纽泽轩先生 刚刚也说到侯友宜过去 在两岸方面的论述非常的空泛 现在终于有一些具体了 在政治上接受九二共识 军事上表示如果当选的话 会恢复四个月的伏兵一期 所以外界普遍认为 说现在侯友宜的路线是不是有点回归 马英九时代两岸路线的意思 您对他这个时候明确 他的两岸政策路线有怎样的评价 是 基本上来讲的话 就是侯友宜的两岸政策的路线 在之前确实有相当程度的模糊性 但是现在他已经确立了要接受九二共识 他也批判蔡英文污蔑式的一种九二共识 那所以九二共识应该就是侯友宜两岸政策里面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概念 那为什么侯友宜会接受两岸之间的九二共识 主要来讲的话大概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说 马英九对他还是有相当程度的一个影响力 也就是说侯友宜现在延览马英九的核心幕僚 也就是金辅聪加入他的一个竞选团队 为他做一个操盘手的一个概念 那因为马英九跟金辅聪的一个关系非常的密切 那所以呢金辅聪加入团队帮侯友宜操盘 那马英九侯友宜也希望能够请马英九来担任竞选总部 日后竞选办公室的一个荣誉主委的一个职务 那所以呢马英九跟金辅聪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理念 当然对侯友宜会产生深刻的一个影响 那马英九坚持两岸之间的九二共识 那所以呢侯友宜也顺势着就循着马英九的一个路径 去接受九二共识 这个部分是第一个原因 那第二个原因来讲的话就是说 就如我们刚刚所我讲的 侯友宜之前的一些两岸的一些论述是比较空泛的 比如说他会提到两岸之间要对等 然后要有尊严 然后要有善意来进行相互的一些沟通 那这样的一些论述 坦白讲他比较没有一些深化性或者是一些具体性 或者或许是有一些侯友宜的两岸政策相关的一些论述 其实跟蔡英文他们其实差不了多少 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来讲的话 侯友宜的两岸政策的一个路线 他跟绿营来讲的话是没有区隔性的 那所以呢他现在接受九二共识 也明显的凸显出蓝营或是侯友宜的两岸政策路线 其实跟绿营是有非常非常大的一种区隔性 那第三个原因就是说 刚刚世廷也有特别讲到就是蓝营那个基本盘 对侯友宜基本上跟国民党若即若离的一个态度是不满意的 甚至有深蓝群众会质疑 就是说侯友宜甚至有点蓝皮绿骨 那所以呢基本盘特别是深蓝的一个部分 到目前都还没有完全巩固的一个情况之下来讲的话 侯友宜在现阶段一定要先巩固深蓝 那所以呢他就藉由接受九二共识来巩固深蓝 因为毕竟巩固深蓝的一个支持群众巩固基本盘之后 他要进取中间选民或是年轻族群 他才能够腾出手来去进取中间跟年轻族群的一个选民 好的好 马上请出雷倩女士来进一步的分析 就像刚刚我们说到的 虽然侯友宜成了国民党的候选人 但是深蓝民众对于侯友宜是有疑虑的 因为他两岸政策表述的模糊不清楚 现在他终于清晰地表示支持九二共识等等 您觉得这样的一个表态是否有助于赢回深蓝 对侯友宜的支持和信任 当然我认为他这一批的出手是有助于止跌回稳 但是我并不认为这是深蓝群众对他的疑虑 因为毕竟在2024的选举最重要的议题就是两岸是 到底是继续我们两岸曾经有过的和平发展路线 还是会被西方推入一个战争的泥脑 所以战争与和平这个选择本来就是2004年选战最关键的议题 侯友宜作为蓝营推出来的候选人 必定要在这个议题上面跟绿营做出绝对的对照 才能够真正回复也就是大家对他的期望 同时我认为在这个时候侯友宜跟马英九的确不太一样 虽然请出了金普聪 但是在马英九2008年选的时候可以说是万众一心 经过了2004的319、2006的红山军 大家非常希望能够政权轮替 所以整个的选举过程中就是两个主轴 超级候选人一切冷处理 但是今天的侯友宜并不是一个超级候选人 虽然也有一种万众一心的情况 因为大家希望绝对不要进入战争 但是这个候选人本身跟当年马英九超级候选人 还是一个很大的区别 所以侯友宜在止谍之后 需要很迅速的建立他跟群众的关系 因为毕竟过去的人对于他的思想 譬如说他作为一个候选人领导人 要在未来带大家到什么方向去 在避免战争如果我们能够有效的 让外清德不当选能够在避免战争之后 那个和平发展的路径 无论是方向 他的路径图或者是执行计划 都需要更明确 所以侯友宜需要能够在短时间 尽快的让他自己本人的形象明确 也让大家更明白 作为一个领军人 他要把台湾带到哪里去 所以简单来说在你看来 就即便请出金普聪这样的招牌 人马去操盘 但是侯友一线面临的主要问题 其实并不是选战这样的技术议题 而是他自己如何展现出领导人特质是吗 是的 然后我做个简单的比喻 在无论是马云九选市长 或是他选领导人 整个的操盘都是冷出力 冷出力 冷出力 他整个选举中都在做long stay 大家可以记得 他在台湾每一个人家里住 去了解什么渔民 农民的生活 就是不谈议题 因为他是一个超级候选人 他不要让选战打得热 这是金普聪上一次的操盘 现在的侯友一不能这么打 他必须要让大家知道他是什么样的领导人 纽泽勋先生 你怎么看呢 操盘对侯友一已经没有用了 基本上来讲话就是说 金普聪跟马云九之间有非常大的一个默契 非常好的一个默契 但就是说大家外界会质疑就是说 金普聪现在帮侯友一操盘 侯金之间的一个默契 有没有可能像马云之间的一个相互信任 这样的一种默契 这个部分是外界观察的一个焦点 即便金普聪他确实在整个选战的一个过程中间 他有非常非常强的一个部分 比如说他针对整个大选的一个主轴的一个建构 跟战术的一个执行是非常非常到位的 然后第二个他的一个非常强项的一个地方 就是说他对于整个议题的设定 也就是说如何去抛议题 进入这整个媒体设定的一个议程来讲的话 金普聪是非常非常精准的 那所以呢 之前几天侯友一连续抛出我们刚刚所讨论 相关的一些议题 确实在这个整个网络的一个声量上面 侯友一近期的一个声量是最高的 这个部分也凸显出金普聪他确实对于抛议题 或者是议题设定有他精准到位的一个地方 下刀是非常精准的 那第三个来讲的话就是呢 金普聪对于文宣广告的一个部分 也就是营销传播的一个部分 也非常非常的到位 那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都是金普聪帮侯友一操盘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优势 或者是利基点 但是呢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点来讲的话 是现阶段就单选区的一个选举里面来讲的话 政治魅力他几乎决定了整个选举胜败的一大部分 也就是说呢 当柯文哲的形象魅力是最强的 那赖清德他的整个行政之力 是最完整的一个过程之下 那侯友一在政治魅力的一个部分 或者是在行政历练的一个部分来讲的话 不及柯文哲也不及赖清德 这个部分就是他明显的一个弱势 所以呢其实我也同意雷剑委员刚刚所特别提到的 侯友一他的形象魅力建构 他的charisma政治魅力到底怎么样子去做一定程度的深化 我觉得这个部分是侯友一的当务之急 确实的侯友一非常会跟民众去搏感情 他整个互动性清明性是非常非常强的 他基本上也有所谓的一个警长 或是硬汉这样的一个形象塑造的一个定位 那只是呢这个警长或是硬汉这样的一个形象塑造的一个定位 到底怎么跟政策相关的一些论述去做一定程度的一个结合 能够在媒体上面去展现他自己本身的一个魄力 我觉得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确实是他形象魅力建构 过程中间的一个当务之急 确实是这个候选人的魅力啊 其实跟性格历练 还有他的经历密切相关 其实并不是你请一个金牌操盘手就可以帮得了你的 这个部分确实是侯友一需要努力的地方 但是呢我们确实看到一个国民党棘手的问题是 不论怎么全党支持他 他的民调就是很低 我不知道牛泽轩 你们简单分析一下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以及就是党内换猴的声音也还是有 那最后一刻有没有可能出现这种换猴的可能性 民调第一 大概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来讲的话 当然是郭台铭的一个冲击 因为毕竟就是说 郭台铭对于党中央征兆侯友谊 那似乎坊间又流出一些 不利于郭台铭跟党中央互动的一些流言蜚语 或者是传闻 这个部分让郭台铭来讲的话 都有一定程度对国民党的一个不满 那之后呢 媒体问郭台铭说 到底要不要支持侯友谊 侯友谊相关的活动 你要不要去站台等等 郭台铭都抱持一个保留的态度 也就是说他是按兵不动的 也没有去参加过侯友谊的一些造势的一个活动 那所以呢 郭台铭的按兵不动 对于支持侯友谊 他是不表态的 那所以他的郭粉 对于支持侯友谊也变得一心阑珊 也就变成就是说国民党泛蓝整合 确实有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这个部分当然是侯友谊民调制度下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那第二个重要原因就是说 侯友谊他的一个形象魅力 因为他在媒体前面的一个表现 不是特别的一个到位 也就是说媒体针对侯友谊相关的一些问题的询问的时候 侯友谊似乎都某种程度在做一个实问虚答这样的一些回应的一个方式 那所以呢这样的一种回应的一个方式来讲的话 在现今候选人比较的一个过程中间 选民是不太买单的 那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对于政策的一个手忍的一个程度 或者是在针对媒体的一个回应过程中间 你至少要把政策的一种手忍度跟专业度展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来说的话 对侯友谊就造成了明显的一个不利 那这个部分对政策不是特别的手忍或者是媒体回应的不是特别到位 这个部分也是明显他民调下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好谢谢您分析 目前我们看到的是蓝绿白三方的厮杀 但是这次台湾大谈最大的变数就是有没有可信出现第四位参选人 我们来看看郭台铭的动向如何 立刻连线的是驻台北记者 诗婷 诗婷 请问这个郭台铭到底有没有可能独立参选 以及柯文哲最近又在忙什么 好了 杨书 其实现在国民党全党上下最关心的就是鸿海集团创办员郭台铭 会不会宣布独立参选 虽然郭台铭在争取征召失利之后 承诺会全力支持侯友谊 但最近他持续招兵买马 重组媒体联络群组 批评帮国民党立委参选人站台 种种迹象都显示他还是存有大规模 一旦郭台铭宣布独立参选 国民党就是实质分裂 其实以目前蓝绿白三方争霸的格局中 民进党最希望侯友谊弱 但也不希望他太弱 因为侯友谊民调如果太低的话 就意味着选票会直接灌到柯文哲身上 但如果是郭台铭也出来参选 势必会分散掉一部分柯文哲的选票 所以在野的失利分为三块的时候 不论如何是都非常难打赢 这个选票集中的民进党 所以一旦郭台铭宣布参选 就是保送赖清德 而这也是民进党最乐见的局面 所以国民党副主席连胜文 才会向郭台铭喊话 要思考是要当英雄还是当罪人 就看郭台铭听不听的进去了 正于网络声量非常高的 民众党大选参选人柯文哲 今天又创造了一个新的话题 就是要开演唱会木块 挑战大位的候选人要开演唱会 这是头一遭 不管柯文哲的歌喉好不好 他成功创造了话题 在网络空战的部分 蓝绿阵影真的都非常难跟柯文哲批敌 如果要侯友宜或者是赖清德 也开演唱会木块 他们两个人可能都没有办法控场 也很难达到柯文哲这样的媒体效果 所以虽然柯文哲是缺乏传统组织上的陆军 但是他网络空军墙有一批中心的支持者 通过网络短片 不断地将柯文哲所言所行传递出去 也让柯文哲的网络空军势力是越来越大 而这也是侯友宜 赖清德难以追赶上的 杨树 好 谢谢 下节回来我们就集中分析一下 郭台铭大卫的梦还在 如果他真的加入选战的话 会不会造成飞绿阵营的大分裂 直接保送赖清德 下节回来分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赞 打赞 好 郭台铭 郭董 如果真的独立参选 到底会台湾的这次大选的选情 造成怎样的冲击 我们继续请出雷谦女士来分析一下 刚刚我们说到国民党 如果要真的下架赖清德的话 非绿阵营的整合是重要一环 但如果郭台铭坚持参选战 去实现他的大位的话 大家都很担心会不会造成 非绿阵营的大分裂 就像施挺刚刚所说的 造成直接让赖清德躺赢 对 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命题搞清楚 这个命题如果改成 非绿阵营要下架赖清德的话 那我们的思考可能有点不同 我认为2024年是台湾前所未有 最关键的一次选举 所以有很多选战的技术以及选战中间的枝枝结结 都要在未来的这个最高的大目标中间来做检讨 如果郭台铭真正决定要下场 我认为他现在唯一的一个正当性 绝对不是在国民党内部争取换猴 而是他应该要直接去联署 在人民中间取得 我放在引号里面的人民天命 因为无论是国民党或民众党 都在2020年经过了民意的选择 他知道他有多少选民的支持 而郭台铭作为一个政治人物 他并没有这样明确的选民给他的支持 跟对他的天命的要求 所以他直接去做联署之后 如果他能够有非常高的这个成绩 甚至远远大于国民党跟民众党的选民人数 或者是他们的党员人数的话 那么就继续在人民中间 用他们的意见 政见 以及他们所有对台湾未来发展 两岸未来发展 世界未来发展的这些想法 在人民中间做一个真正的比拼 这个是台湾很少见的 因为我们都已经落入了民调 声量 网络这种各样的操作 若是他们三方在国民党提侯友谊 民众党提柯文哲 而郭台铭在独立的联署得到一定的程度支持的时候 在人民中间把他们的意见立场放给大家选择的话 我认为在9月候选人真正去登记要缴交政党推荐书的那一刻 他们在那一刻的时候还有一个机会 先做一定程度的整合 并且依照当时的民意 真正以倾听民意为依规 选择要用怎么样的组合 因为现在无论你说郭柯 柯柯或者是猴柯 都只是最高的宫廷政治里面的一种交换 但是若是真正能够倾听民意去做一个选择的话 恐怕对于2024之后两岸的关系 有哪一位领导人带领台湾 跟中国大陆去做未来的制度上的协商 政治上面的各种谈判 才会是比较真正符合民意的一个选择 最后要讲一句是 2024年大家都知道是战争与和平的选择 所以我认为非绿阵营最后一定会集中选票 无论你们三位哪一个是出来 非绿阵营会集中选票 包括像韩国瑜都会出来喊和平是最高的价值 明白你的意思是非常有格局的 其实如果从两岸到底是战争和和平 这样的大格局来看的话 其实关键不是说到底柯文哲和由于谁会赢 而是说民众会选择和平还是战争 这个是我们拭目以待的 非常谢谢雷女士 为我们做的精彩点评 谢谢纽泽勋先生和视频的参与 我们谢谢大家的收看 明天再见 请观赞 seconds 才熟透